开局只有75阳光太高人了吧 只能三路开局 但是二十路的真哥这么厉害 得变个什么僵尸才能开局成功呢 没想到三路后面这么多巷子快 这开局不就爽歪歪了吗 三路咱们还可以再次一个巷子快 然后再打其他路 看到了吧 六千血的加冈特尔 这是我头一回变出完整血量的僵尸 这令人安心的红眼完全可以相信他 把钱都给我 我马上把你搞定了 好 回来 加油 哎呀 这二路大麻烦解决了 感觉轻松多了 那咱们先把一路给过了 刚开始呢 我也有疑惑 哎 我说这小鬼僵尸是来搞笑的吧 你50阳光你凭什么 咱们礼盒僵尸75阳光只比你贵了25 但是我们可以随机出来一个僵尸呀 不过大嘴花吃礼盒僵尸 礼盒僵尸就没了 所以小鬼僵尸呢还是有一点点用 哎 高坚果僵尸733血的高坚果僵尸 能不能走过一路呢 这四路是真难打呀 咱们还有175阳光啊 不对 现在咱们不能打四路了 三路和四路伤害是差不多的 并且那三路还有巷子葵 咱们就剩最后两个盲盒了 拜托了 就当我诸葛求你的 我就知道江王博士不会不管我的 咱们是好哥们嘛 不过这江王博士居然只有500血啊 是我的运气不好 还是说随机出来的江王博士 谁有500血呢 那你这出来的江王博士也没啥用啊 哎 不过不过江王博士会放礼盒将士 相当于呢 咱们还是赚了几个礼盒将士对吧 快兔球啊 快兔球啊 还有160的血了 好 三路兔球 哎呀 这个500血的江王博士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帮到我们 啊 把我们五路的脑子给吃了 对吧 但是五路有香的葵 我还是得去打呀 现在咱们375阳光只能去打四路了 来吧 不好意思 放错了 哎 大爷来了 大爷来了 看多少血700血啊 现在每遍一次僵尸 我都非常关心他们的血量 这700血的橄榄球僵尸 应该是可以把四路打通了 说的嘛 舒服了 舒服了 现在就剩最后的三路一个三线 咱们五路的香的葵都没必要吃了 昨天我把植物放完 确实是首见了 但是今天我把这个阳光用完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幺蛾子了吧 来 最后一个小鬼啊 必须用完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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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